不是说好了美人两件吗 你怎么都占了去 奴婢想着 那些衣服太艳了 索星恐怕不会喜欢 你问过索星了吗 去把衣服还给索星 是 主不必替奴婢出头 让阿若姐姐难堪 奴婢怎么样都好的 阿若的性子就是这样 我知道她明里暗里 一定给你不少委屈 你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我向着你是应该的 主 奴婢 奴婢谢主 主 奴婢要跟您一起去冷宫 奴才也去 跟我去那种地方做什么 在外边可以找一个 更好的主则 奴婢说过 来一生一世伺候主 奴婢也是 奴婢也是 不愿再独自绽放 为何 冰氏的宫女艾儿 刺藏安极她是土地的国家 行刑的时候 寒淳运了十多四季 这件事情闹开了 只好请索性姑娘去盛行寺 查完当夜的宫库梦刺客之事 本宫根本不认识这个艾儿 凭他一人胡乱攀扯 就能带走本人的天使使命吧 当夜寻职的侍卫们 都是引被送进去查的 索性姑娘自然也不能回来 为郑主清白 奴婢得去 索性 本宫会尽快查明 借你出身心思 主发心理 源joy 黄贵妃什么都没做 我无话可说 物证都在这儿了 你还不着 物证 自然有了物证 你们还要我招什么 分明是证据不足 你们想去大成招 小新姐姐 初 他们问我初奴婢什么 都是本宫不好 本宫救完了你 奴婢知道 只有奴婢爱过一切的刑罚 才能平定外头那些非议 立场出的情脉 送去平定 忍着点 你轻一点 你轻一点 姐姐忍着点 索新姐姐 你怎么伤身这样了 主 主你快看索新姐姐的左腿啊主 拿剪刀 快拿剪刀 剪刀剪刀 快 姐姐 忍着点 忍着点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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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 坚持住 姐姐 好了 好了 马上就好了 姐姐 好了 主 主 不用起来 余飞惦记着你的腿伤 做了一对护膝 要本宫带给你 多谢余主计划 你这腿伤好起来了 怎么到躲着姜雨冰啊 你和姜雨冰自幼就相识 他人品如何 你比我清楚 他可是可以依靠终身的良人啊 奴婢 只想继续在主身边伺候主 咱们在一块那么久 经过这么多的事 本宫自然舍不得你走 但比起 让你留下来继续伺候我 我更希望你能有个好归处 好好过日子 主想奴婢走 不是 本宫嫁了自己喜欢的人 也希望你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像姜雨冰这样深情的男子 世间难得 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腿伤 拒绝了他的情谊 可奴婢这一走 主的身边就没有个亲近的人了 索性啊 你有这个福气离开宫里 去过平凡安宁的日子 就要好好珍惜眼前人 你知道的 这样的日子本宫有多向往 可是这辈子 本宫也只能留在这儿了 除了 还有我们是我们的 我们的日子 很多人都多幸运 我的日子 我都能跟着我 我担心大了 这是那个 我要送她的雨 我给你一个人 帮你送我 没有救折 我只会被决定了 哭什么 大喜的日子 奴婢不愿远离主 探求日后得闲的时候 还能再进宫 当几日差也是好的 只要你愿意 易坤公随你出入府 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出了宫就可以安身过日子 不必再担惊手帕了 奴婢就是担心您 您现在一个人 宫里能伺候你的大丫鬟 就是灵芝和云芝 您又不肯要心人 等有了放心的人再说吧 快走吧 主 快走吧